这杯香浓咖啡豆子来自瓜地马拉 当地咖啡豆全球闻名 但近期出口业者却表示 相关产品突然遭到中国禁止进口 各界怀疑原因可能跟台湾有所牵连 回应台湾520就职典礼 中国发动军业威吓动作频频 瓜地马拉作为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 当时也曾大方派出官员出席典礼 各界怀疑就是这一举动让中国小动作报复 连瓜国总统也在社群媒体上直言 可能就是这原因引起争端 收到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先是声称没有掌握相关情况 随后批评包括瓜国总统与台湾官方接触 瓜地马拉外长参加520就职 等等行为不利于对中输出产品等合作 想表达什么不言而喻 瓜地马拉2023年出口总额超过170亿美元 台湾就占了2亿8千多万 是中国的三倍之多 瓜国总统阿雷瓦洛去年在自家选签 就曾表明不愿与台湾改变外交关系 认为同时寻求对中贸易并不冲突 如今却被中国重重打脸 上部昨天连发两份公告 决定将参与对台湾地区军售的多家美国企业 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不只对台湾邦交国出手 近来中国更因美国对台军售 针对多名挺台官员和企业寄出制裁 包括限制入境 冻结中国资产等等 遭到白宫谴责 但外媒指出制裁实质效果有限 对台霸道行径反倒国际间都看在眼里 3点新闻 您好报道